嗨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令狐充爺爺 今天又來刷新各位的價值觀 相信大家對天堂M這款遊戲並不陌生 在這款遊戲裡面消費超過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玩家可以說是非常的多 就連經濟比較拮据的小弟我 在這些年來也陸陸續續的花費了四五百萬元的新台幣 可以說是吸睛力非常強的一款遊戲 而去年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在去年的時候有兩位玩家公布了他們在天堂M上的 遊戲消費金額 當時可以說是驚為天人 一個玩家消費四千多萬 而另外一位玩家消費了五千多萬 合計起來總共是一億元的新台幣 當時可以說是震驚的這個社會 一億元新台幣 多少人這輩子再怎麼努力都賺不到一億元新台幣 何況這只是他們的娛樂費用 而其中一位公布了消費金額的玩家 白袍甘道夫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天堂M台幅第一課長 它的消費金額我們今天獨家取得 這個金額也是我們在台灣目前手遊圈裡面 聽到最高的遊戲消費紀錄 那我們馬上就要來揭曉 它從以前到2021年6月20號 總共在天堂M這款遊戲上的消費金額 到底花了多少的錢 馬上來看 封殺生也就是殺生丸 也就是去年公布帳單的白袍甘道夫 它從天堂M這個遊戲開服三年多來 到2021的6月20號以來 官方紀錄一共花了一億九百多萬台幣 而且熟悉手遊市場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還會有些非官方購買遊戲幣的管道 就我所知一億九百萬只是官方紀錄的金額 我親自跟本人確認過 它在非官方紀錄的遊戲消費 大概是台幣三千萬元左右 也就是消費總額大概是一億四千萬台幣 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根本就是手遊市場裡的移動地堡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支帳號 為什麼會有如此巨額的開銷呢 首先是在變身卡的部分 基本上早期接近全滿的傳說變身卡收集 加上全滿的神話變身收集 少說也要花上五千萬台幣以上 才能做到這種極端的程度 再加上全滿的傳說娃娃收集品和神話娃娃收集 也估計是兩千萬台幣以上的花費 早期就有六圈滿解鎖的文樣 估計是六百萬台幣左右 全開的新盤加非常高的收藏品 也是估計要五百萬台幣以上 除了這些外就是裝備的開銷 這支帳號最喪心病狂的地方 就是目前身上的金色裝備一共有七件 兩把金色武器 一本史書和金斗篷加金腰帶 以及最新推出的金色盔甲 當初這兩把金色武器的製作 就花了他三千萬台幣以上 史書平均也要七八百萬台幣左右 金腰帶金斗篷目前市價一件估計也是破百萬台幣 製作成本可想而知 金盔甲的製作成本也是一百五十萬台幣以上 而且殺生丸除了主帳號外 還有額外培育兩支頂級的分身機體 每一支分身小號都有製作出平均接近百萬台幣 才能做出的金色技能 以及同時穿著頂級的裝備 對機體的要求可以說是非常嚴格啊 至於其他裝備加飾品的製作 合計也是千萬台幣以上 以及其他道具、裝備技能 零零總總加起來有著一億四千萬的消費 那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認識了手遊圈裡的這位超級大課長後 我只想說 謝謝課長們讓我們有遊戲玩啊 雖然大部分的人這輩子賺取的金錢 說不定還沒有他玩遊戲的娛樂費來得多 但是玩遊戲有時候最重要的是開心 量力而為從遊戲中獲得快樂 才是玩遊戲最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看別人花錢也是挺過癮的啊 你說是不是 如果你還想追蹤殺生完後續的消費紀錄 以及遊戲近況 記得要訂閱追蹤本頻道 我們後會有期 呵呵 喜歡和喜歡不喜歡和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對我說的話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應該吧